景氏通言 第37卷 万秀娘仇报山庭 春农花艳佳人胆 月黑风高壮世新 讲论纸凭三寸蛇 称平天下浅河身 话说山东襄阳府 唐石换作山南东道 这襄阳府城中 一个园外姓万 人叫做万园外 这个园外排行第三 人叫做万三观人 在襄阳府市新里住 一避开着干茶铺 一避开着茶房 家里一个茶博士姓陶 小名叫做铁僧 自从小时挽着脚 便在万园外家中掉颤子 养得长成二十余岁 是个家生孩 当日茶室罢 万园外在布林底下 张剑陶铁僧这四 卵四十五线钱在手里 万园外 万园外 万园外道 且看如何 原来 茶博士士宇 换作走周府 且如道士宇说 今日走到渝杭县 这钱 一日只烧得四十五钱 渝杭市四十五里 若说一声 走到平江府 早一日烧三百六十足 若还信脚走到西川成都府 一日却是多少里田地 万园外望见了 且道 看这思如何 只见陶铁僧 轮了四五十钱 应去胡望 看布林里面 约某没人见 把那献钱 怀中便揣 万园外 慢腾腾地掀开布林出来 跪身里凳子上坐地 则见陶铁僧 疏手去怀里摸一摸 换作自搜 腰间解下一袋 取下布斧 两只手提住布斧脚 向空一抖 拍着肚皮和腰 一丝间分明说 脚万园外看到 我不曾偷你钱 万园外叫过陶铁僧来问道 方才我见你 轮四五十钱在手里 望着布帘里 一望了便揣了 你时对我说 钱却不计厉害 见你解了布袋 空中抖一抖 真敢瞒得我好 你这钱藏在哪里 说与我 我倒饶你 若不说 送你去官司 陶铁僧插大拇指不离方寸的道 高园外 石不敢相瞒 是有四五十钱 安在一个去处 纳斯指道 安在挂着的浪荡灯铁片上 万园外把袋 站起脚上去 果然是一堆 安着四五十钱 万园外 附身再来凳上坐地 叫着陶铁僧来 问道 你在我家里几年 陶铁僧道 从小里 随心老的便在园外宅里 调茶盏 妈托子 自从老的死后 罪过园外收留 养得大 却也有十四五年 万园外道 你一日只做偷我五十钱 十日五百 一个月一贯五百 一年十八贯 十五年来 你偷了我二百七十贯钱 如今不欲送你去官司 你且贤修 当下发遣了陶铁僧 这陶铁僧辞了万园外 收拾了背包 离了万园外茶房里 这陶铁僧小后生家 寻常和罗锤 不曾收拾的一个 包裹里有的些个钱物 没十日都使尽了 又被万园外吩咐 进一襄阳府开茶房的行院 这陶铁僧没经济 没讨饭吃处 当时正是秋间天色 古人有一首诗道 丙丙寄何枯 夜夜无同坠 细雨洒飞威 催促寒天气 穷淫败草根 燕落平沙地 不是路途人 怎知这滋味 一阵价起的是秋风 一阵价下的是秋雨 陶铁僧当初 知道是除了万园外 不要的我 别处也有经济处 却不知 吃着万园外都 吩咐了行院 没讨饭吃处 那丝身上两件衣裳 升卷的衣服 渐渐的都草破了 黄草衣裳渐渐的卷将来 曾记的健康府中 二官人有一词 名唤作 浙姑天 黄草秋生 醉不宜 肩穿袖破 使人悲 领丹色旧 斜仙卷 怎奈金风 早晚吹 财挂体 皱双眉 出门修难 见乡之 邻家女子 低声问 密语奴虎 格伯尔 陶且僧看着 身上黄草布山 卷将来 风嗖嗖的起 便再来周杭老家中来 心下自道 万园外 特嫩的毒害 便做我拿了你 三五十钱 你只不识我便了 哪个猫耳不偷食 只吩咐进 一襄阳府开茶放的 叫不识我 致令我而今 没讨饭吃处 这一秋一冬 却是怎的季节 做什么事的 这样嫩的思量 则见一个男女 来杭老家中道 杭老 我问你借条扁担 那周杭老便问道 你借扁担做什么 那个哥哥道 万三元外女儿万秀娘 死了夫婿 今日归来 我问你借扁担 去挑龙杖则个 陶且僧次道 我若还不被赶了 今日我定是同去 搬单 也有百十钱赚 当时越思量越烦恼 转恨这万元外 陶且僧道 我如今且出城去 看着万元外女儿归 怕路上见他 告着小娘子则个 怕劝得他爹爹 再去求得这经济也好 陶铁僧夜开脚 出着门去 相似到屋里头 独自行 身上又不齐不整 一步懒了一步 张嫩得行 只听到后面 一个人叫道 铁僧 我叫你 回头看那叫的人时 却是 人才林林 掀翻地轴 鬼魔王 容貌堂堂 汉洞天官夜叉将 陶铁僧唱惹道 大官人叫铁僧做什么 大官人道 我即便在你茶坊里吃茶 都不见你 铁僧道 尚夫大官人 这万元外不尽道理 赶了铁僧多日 则嫩得赶了铁僧 勿似来厉害 如今直吩咐 一襄阳府开茶坊行员 叫不得与铁僧经济 大官人看 铁僧身上衣裳都破了 一阵秋风起 饭也不知在何处吃 不是金秋饿死 定是金冬冻死 那大官人问道 你如今去哪里去 铁僧道 今日听着说 万元外的女儿 万秀娘死了夫婿 带着一个卧房 也有数万贯钱物 道万归来 遇在拦住万小娘子 告她则个 大官人听的道是 入山擒虎翼 开口告人男 大官人说 大丈夫 大丈夫告她做什么 把你告她 和你自告 自便把指头指一个去处 叫铁僧道 这里不是说话处 随我来 两个离了五里头大路 入着小路上来 见一个小小的庄舍 寂静去处 这座庄 前邻简静道 背靠杀人缸 远看黑气冷森森 尽是令人心胆丧 料应不是孟长家 只会杀人并放火 大官人见庄门闭着 不去敲那门 就地上捉一块砖 撒放屋上 请客之间 听的里面 彻垫抽栓 放开门 一个大汉出来 看这个人 兜塞卷口 面上刺着六个大字 这汉不知怎的 人都叫他做 大字交集 出来与大官人私教了 指着陶铁僧问道 这个是圣人 大官人道 他今日看的外婆家抱于我 是好一全买卖 三个都入来 大字交集家中 大官人腰里 把些碎银子 叫交集 买些酒和肉来供吃 陶铁僧吃了 便去打听消息 回来报说道 好叫大官人得知 如今龙杖食物 有二十来蛋 都搬入城去了 只有万元外的女儿 万秀娘 与他万小元外 一个当职 换作周集 一旦细软头面 金银钱物笼子 共三个人 两匹马 到黄昏前后 到这屋里头 要赶门入去 大官人听的说 三人三条坡刀 叫 铁僧随我来 去屋里头 林子前等候 果是黄昏左右 万小园外 和那万秀娘 当职周集 两个石马的 共五个人 但要入城去 行到屋里头 捡一所林子 但见 远观寺突兀云头 近看似道悬鱼角 映摇千尺龙舌洞 声寒半天风雨寒 那五个人 方才到林子前 只听得林子内 大喊一声 叫道 紫金山三百个好汉 且未宵出来 恐怕下了小园外 供小娘子 三条好汉 三条坡刀 吓得五个人 顶门上 荡了三魂 脚板下走了七魄 两个石马的都走了 只留下万秀娘 万小园外 当值周集三人 大汉道 不坏你性命 只多留下买路钱 万小园外 叫周集 拔与他 周集取一定 二十五两银子 拔与这大汉 那焦急 见了道 这丝 却不破耐你 我们却只值你 一定银子 拿起手中 破刀 看着周集 要下手了 那万小园外 和万秀娘道 如壮士钥匙 都把去布防 大字焦急 担着笼子 却再入这林子去 只听着万小园外 叫一声道 铁僧 却是你来劫我 吓得焦急 放了担子道 却不厉害 若放他们去 明日襄阳府下壮 捉铁僧一个去 我两个怎的季节 都赶来看着小园外 手起刀举 道声 招 看小园外时 身如柳絮飘扬 命似偶似僵断 大字焦急 一下破刀 杀了万小园外 和那当值周集 拖着两人死尸 入林子里面去 担了笼杖 陶铁僧牵了 小园外的马 大官人牵了万秀娘的马 万秀娘道 告状事 告状事 饶我性命则个 当夜都来焦急装上来 连夜敲开酒店门 买些个酒 买些个石吃了 打开笼杖里 金银细软 头面 物事 做三份 陶铁僧分了一份 焦急分了一份 大官人 也分了一份 这大官人道 物事都分了 万秀娘 却是我要 带把来 做个扎寨夫人 当下 只留着万秀娘 在焦急装上 万秀娘离不得 是把个甜言美语 绰江过来 在焦急装上 不择一日 这大官人 无过是 出路时 抢金结银 在家时 饮酒食肉 一日 大醉 正是 三杯竹叶 穿心过 两朵桃花 脸上来 万秀娘问道 你今日也说 大官人 明日也说 大官人 你如今 毕竟是我的丈夫 全马上分毛色 为人 岂无姓名 敢问大官人 姓甚名谁 大官人 乘着九姓 就身上 指出一件物事来道 是 我是 襄阳府上 一个好汉 不认得是 我说与你道 叫你 顶门上 走了三魂 脚板下 荡散七魄 掀起两只腿间 诸刺的文字道 这个便是我的姓名 我便换作 石乔龙苗中 我却说与你 原来是 臂肩游游耳 窗外 岂无人 大字交集在窗子外面听的 说道 你看我哥哥苗大官人 却没事说与他姓名做什么 走入来道 哥哥 你只好推了这牛子修 原来强人事与 换杀人做推牛子 焦急 便要叫这十条龙苗中 杀了万秀娘 换作 斩草除根 萌芽不发 斩草若不除根 春智萌芽再发 苗中哪里肯听焦急说 便向焦急道 钱无平分 我只有这一件偏背的你们蝎子 你却嫩得吃不得 要来害她 我也不过 只要她做个扎寨夫人 又且何妨 焦急道 一日 却为这妇女 便做个厉害 却又不坏了我 忽一日 等得苗中 转脚出门去 焦急道 我几回说与我这哥哥 叫他推了这牛子 左右不肯 把似你今日不肯 明日又不肯 不如我与你下手 推了这牛子 免致后患 那焦急 怀里何俏 揣着一把 尖长霸短 背后韧薄 八字尖刀 走入那房里来 万秀娘正在房里坐地 这件焦急 撤那把尖刃 执在手中 左手啄住万秀娘 右手提起那刀 方玉下手 只见一个人 从后面把他万字一捉 捉住焦急道 你却真的要来坏他 也不看我面 焦急回头看时 却是十条龙苗中 那苗中道 只想叫他 离了你这庄里便聊 何须只管要坏他 当时焦急 见他嫩地说 放下了 当日天色晚了 红轮西坠 玉兔东升 家人秉竹归房 江上渔翁霸吊 萤火点开青草面 蝉光穿破碧云头 到一更前后 苗中道 小娘子 这里不是安顿你去处 你需见他们行坐时 只要坏你 万秀娘道 大观人 你如今怎的好 苗中道 容易是 便背了万秀娘 夜里走了一夜 天色渐渐小 到一所庄院 苗中放那万秀娘在地上 敲那庄门 里面应道 便来 不多时 一个庄客来 苗中道 报与庄主 说道 苗大观人在门前 庄客入去 报了庄主 那庄中一个观人出来 怎的打扮 且看那观人 被记带砖 像头巾 着豆花青螺被子 要记袜头当裤 交穿十样丝鞋 两个相衣罢 将这万秀娘 同来草堂上 三人分宾主 坐定 苗中道 相反哥哥 甚不合 即这个人 再装上 则个 官人道 留在此间 不妨 苗中向那人 同吃了几碗酒 吃些个早饭 苗中 调了自去 那官人 请了万秀娘 来书房里 说与万秀娘道 你更知的仪式吗 石乔龙苗大官人 把你卖在我家中了 万秀娘听得道 素素的两行泪下 有一首 这孤天道士 碎似珍珠 磕磕磕亭 轻如秋露 脸边青 洒时点进香江竹 感触层催 树里成 丝薄性 一多情 欲先谈畜 暗销魂 有时看了 娇嚣上 无限心痕 压旧痕 万秀娘哭了 口中不说 心下寻思道 苗中的贼 你截了我前务 杀了我哥哥 又杀了当职周吉 奸骗了我身吉 产地把我来卖了 叫我如何活的 此好过了数日 当夜天昏地惨 月色无光 各自都去睡了 万秀娘 移步出那饺子门 来后花园里 仰面 观天 捣住道 我这爹爹万元外 像是你寻常 不尽道理 而今叫我受这 折罚 有今日之事 苗中的贼 你截了我前务 杀了我哥哥 杀了我当职周吉 骗了我身吉 又将我卖在这里 就身上解下墨胸 看着一株大桑树上 吊将过去到 哥哥园外 因灵不远 当职周吉 你们在鬼门关下 相等我 生为襄阳妇人 死为襄阳浮鬼 玉带把那景象 伸在墨胸里自调 忽然黑地里 隐隐见假山子背后一个大汉 手里把着一条坡刀 走出来指着万秀娘道 不得作声 我都听得你说的话 你如今修寻死处 我救你出去 不知如何 万秀娘道 嫩地时 可知道好 敢问壮士姓氏 那大汉道 我姓尹明宗 我家中有八十岁的老母 我寻常孝顺 人都叫做孝义隐踪 当初来这里 只望偷袭个物事 卖来养着八十岁的老娘 如今却陷撞着你 也是路见不平 拔刀相助 救你出去 却无踏实 不得慌 把这万秀娘 一尖尖到圆墙根底 用力打一耸 万秀娘骑着墙头 尹宗把坡刀一点 跳过墙来 接着万秀娘下去 一背背了 方才带行 则见黑地里 一条笔头枪看得清 鹤声道 舟 向尹宗前心便浊江来 咯嗤的一声响 这汉是圆墙外面巡逻的 见一个大汉把条坡刀 跳过墙来 背着一个妇女 一笔头枪啄将来 黑地里 尹宗侧身躲过 一枪啄在墙上 正咬索那枪头不出 尹宗背了万秀娘 提着坡刀 叶开脚步便走 相似走到尹宗家中 尹宗在路上说与万秀娘道 我娘却是怕人 不容物 你到我家中 使把这件事说与我娘道 万秀娘听得道 好 巴得到家中 尹宗的娘听得道 儿子归来 那婆婆开放门 便着手来接着儿子 将为道 尹宗背上 偷得甚得雾实了喜欢 则见儿子背着一个妇女 婆婆不问世友 拿起一条助杖 看着尹宗落加倍便打 也打了三四助杖 道 我叫你去偷些个物事 来养老我 你却没事 背着妇女归来责胜 那尹宗吃了三四助杖 未敢说与娘道 万秀娘见那婆婆 打了儿子 肚里便怕 尹宗却放下万秀娘 叫她参拜了婆婆 把那前面话 对着婆婆说了一遍 道谢尹宗 救窃性命 婆婆道 何不早说 尹宗便问娘道 我如今送她归去 不知如何 婆婆问道 你而今怎的送她归去 尹宗道 路上疑似姊妹 借房时便说是哥哥妹妹 婆婆道 且带我来教你 及时走入房里 去取出一件物事 婆婆提出一领千不百那 旧红那背心 披在万秀娘身上 指了尹宗道 你见我这件 那背心 便似见娘一般 路上且不得胡乱声势 淫屋这妇女 万秀娘 辞了婆婆 尹宗几背上 背着万秀娘 一礼取路 但要奔着 襄阳府路上来 当日天色晚 见一所客店 姊妹两人 借了房 讨些饭吃了 万秀娘在客店内 床上睡 尹宗在床面前打铺 也至三更前后 万秀娘在那床上 睡不着 肚里思量道 赫得尹宗救我 便是我重生父母 在长爷娘一般 只好嫁与她 共做个夫妻谢她 万秀娘一步下床 款款地摇掘尹宗道 哥哥 有三二句话 与哥哥说 契赫得哥哥相救 别无答谢 有少事败富 为之遵义如何 尹宗贱说 拿起泼刀在手 道 你不可胡乱 万秀娘心里道 我若到家中 正嫁与她 尹宗定不肯 胡乱做些个 得着尹宗 却是大孝之人 依娘言语 不肯胡行 万秀娘见她焦躁 便转了话道 便转了话道 哥哥 若到襄阳府 怕你不须见我爹爹妈妈 尹宗道 只是嫩地时不妨 来日到襄阳城府中 我自回 你自归去 到的来日 尹宗背着万秀娘走 湘江到襄阳府 则有的五七里田地 正是 遥望楼头城不远 顺风听得管弦声 看看望见襄阳府 平白地下一阵雨 云升东北 雾涌西南 须云倒望青盘 顷刻悬河筑海 这阵雨下了不住 却又没处躲避 尹宗背着万秀娘落路来 建一个庄舍 要去这庄里躲雨 只因来这庄里 叫两人便坐 清云有路 翻为苦楚之人 白骨无焚 便坐尸香之鬼 这尹宗分明是推着 一车子梅杏骨头 入那千万丈琉璃井里 这庄却是大字交集家里 万秀娘见了交集那庄 目睁口吃 网之所措 交集见了万秀娘 又不敢问 整嫩得愁愁 则见一个人 吃得八分来醉 提着一条坡刀 从外来 万秀娘道 哥哥 悟得便是结了我的 十条龙苗中 尹宗听得道 提手中坡刀 奔那苗中 当时苗中 一条坡刀 来迎着尹宗 原来有三件事 奈何尹宗不得 第一是苗中醉了 第二是 苗中没心 尹宗有心 第三是 苗中是贼人心虚 苗中自知 奈何尹宗不得 提着坡刀便走 尹宗把一条坡刀 赶将来 走了一里田地 苗中却遇着 一堵墙 跳江过去 尹宗只顾赶将来 不知大字交集 也把一条坡刀 却在后面 把那尹宗 坏了性命 果位是 螳螂正是糟黄雀 其解提防 邪淡人 那尹宗一个 怎抵当的两人 不多时 前面交集 后面苗中 两个回来 苗中放下手里坡刀 右手换一把 尖长霸短 后背韧薄 八字尖刀 左手 着住万秀娘 胸前衣裳 骂道 你这个贱人 却不是婆奈你 几乎叫我 吃着大汗 坏了性命 你且吃取我几刀 正是 故将错欲催花手 来者将没第一支 那万秀娘 见苗中刀举 生一个吉祭 一只手托住苗中 万字道 切住 你好没见识 你情知道 我又不识这个大汉 姓甚名谁 又不知道 他是何等样人 不问室友 背着我去 恰好走到这里 我便认得这里 是焦急庄上 故意叫他行这路 特地来寻你 如今你刀坏了我 却不是错了 苗中道 你也说的是 把那刀来入了窍 去来 戳促促万秀娘道 我争些个错坏了你 正嫩地说 则见万秀娘 左手 左住苗中 右手打一个漏风掌 打的苗中 耳门上 似起一个霹雳 那苗中 睁开眉下眼 咬碎口中牙 那苗中怒起来 却见万秀娘说道 苗中的贼 我家中有八十岁的老娘 你供焦急 坏了我性命 你也好修 道罢 辟然倒地 苗中方醒得 是这隐宗附体在秀娘身上 及时扶起来 就得苏醒 当下却没甚话说 却说这万元外 大厅的儿子万小元外 和那当职周吉 被人杀了 两个死尸在城外 五里头林子 更结了一万余冠家财 万秀娘不知夏洛 去襄阳府城里夏壮 除一千罐赏钱 捉杀人劫贼 哪里便捉的 万元外自备一千罐 过了几个月 没捉人处 周府赏钱 和万元外赏钱 共添作三千罐 明示榜文 要捉这贼 则是没捉处 当日 万元外林舍一个公公 七十余岁 养的一个儿子 小名叫做何哥 大伯道 何哥 你只管多懒 没个长进 今日 也好去上行 些个山田来卖 何哥挑着两个土袋 揣着二三百钱 来交集庄里 问交集 上行些个山田 捡几个物事 换作山田 安尔 宝塔 石桥 屏风 人物 买了几件了 何哥道 更把几件 好样式的山田 卖于我 大字交集道 你自去 屋角头窗子外面 自捡几个 当时何哥 一步来窗子外面 正在那里 捡山田 则听得窗子里面 一个人 滴滴地叫道 何哥 那何哥听得到 这人好似 万元外的女儿声响 何哥道 谁叫我 应声道 是万秀娘叫 那何哥道 小娘子 你如何在这里 万秀娘说 一言难尽 我被陶铁僧 领他们 结我在这里 相反你归去 说与我 爹爹妈妈 叫去下壮 差人来这 坐大字交集 十条龙苗中 和那陶铁僧 如今与你 一个执照归去 就身上 解下一个 刺绣香囊 从那窗窟窿 掉出 字入去 何哥接得 贴腰揣着 还了交集 山田钱 挑着袋便行 交集道 你这字 在窗子边 和什么人说话 吓得何哥 疑似 分开八片 顶阳谷 清下半桶 冰雪水 何哥放下 山田担子 看着交集道 你见什么 便说我和雾水 说话 交集 探到窗子里面 真个没谁 单起担子便走 一向不歇脚 直入城来 把一旦山田和蛋 一时尽都把来 清在河里 吊臂挥拳归来 一见他空手归来 问道 山田在哪里 何哥硬道 清在河里了 问道 担子呢 硬道 清在河里 扁的呢 硬道 穿在河里 大伯焦躁起来道 打杀这丝 你是甚意思 何哥道 三千贯赏钱 披面的来 大伯道 是如何 何哥道 我见万元外女儿 万绣娘在一个去处 大伯道 你不得胡说 她在哪里 何哥就怀里 取出那刺绣香囊 叫爸看了 同去万元外家里 万元外见说 看了香囊 叫出他这妈妈来 看见了刺绣香囊 认得真的是绣娘手机 举家都哭起来 万元外道 且未消地哭 即使同何哥 来周礼下壮 官司见说 即特拆土兵二十余人 个人近带着器械 前去积桌这场公事 当时叫这何哥 引着一行人 去苗中装上去 及时就宫听上 择了现状 唱惹罢 以礼登城而去 真个是 各个威雄似虎 人人猛烈如龙 与巨马鞋 行缠搭搏 手中杖牛头汤 拨护叉 鼠尾刀 化皮弓 柳叶剑 在路上 鸡餐可饮 叶柱小行 才过杏花村 又经寻方度 好似造调 锥子燕 浑如恶虎 赶黄阳 其实 何哥一行 到的苗中装上 吩咐叫重击补人 且修来 带我先去探问 多时不见何哥回来 那众人商议道 想必是那苗中 知的这事 将身躲了 何哥回来 与众人滴滴道 做一记印他 他便出来 离不得到那苗中 庄前庄后 大意观看 不见棕油 重做工的人道 是那苗中 每常见 见着何哥 来家中 如父母看待 这番却是如何 别商量一记 先叫差一人去 用火烧了那苗中装 便知苗中躲在哪里 苗中一见土兵 烧起那装子 便提着一条坡刀 向西便走 做工的 一发赶将来 正是 又似造调 追困艳 浑如雪湖 打寒揪 那十条龙苗中 慌忙走去 到一个林子前 苗中入这林子内去 方才走得十余步 则见一个大汉 浑身血污 手里 懦着一条坡刀 在林子里等他 便是那吃他坏了性命的 孝毅隐宗 在这里相遇 所谓是 劝君莫要做冤仇 狭路相逢 难躲避 苗中认得隐宗了 欲带行 被他拦住路 正难得进退不得 后面做工的赶上 将一条绳子 附了苗中 并大字交集 查博士陶铁僧 借在襄阳府来 压在私理院 崩爬吊考 一一勘证 三人各自招服了 同日将大字交集 十条龙苗中 查博士陶铁僧 压父侍曹 照条处斩 和歌便请了那三千贯赏钱 万元外要报答校医隐宗 差人迎他母亲到家奉养 又去观众下壮用钱 就襄阳府城外五里头 为这隐宗起立一座庙宇 直到如今 直到如今 襄阳府城外 五头效益庙 便是这隐宗的 至今古迹尚存 香烟不断 画名只换作山蝶 一名 十条龙陶铁僧 效益隐宗事迹 后人平得好 万元外客身招货 陶铁僧穷极行凶 生报仇秀娘兼人 思为神 效益隐宗